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按不管是否佛门弟子 危急时刻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必定得救 这是绝对真实不虚的 本文记录皆为真实事件 对我们有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 元气 天灾人祸 层出不穷 轰动全国的成都九路公交车起火事件 导致近三十人死亡 可谓一特大惨剧 可惜一车满满数十人 竟无一人信佛 可以这么说 因为若有信佛者 必定会在这生死关头 念佛或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若有成年者 必定可以得救 至少可以大在化小 伤亡降低到最少 绝不会猛烈至于如此 可以顾 法华精云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文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明 观世音菩萨 及时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又无量受精云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疾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解脱者 佛缘不虚 当地性不宜 此为匆匆搜集以下族的语入 并经正极感应数篇 以普令世人离苦的乐之缘起 谨记于2009年6月7日 观世音菩萨 于无量劫前 久已成佛 好证法明 但已被心无尽 此事莫穷 顾负于十方世界 现菩萨及人天凡圣等身 已失无畏 而垂基度 普门凭所谓应以和身的度者 即现和身而为说法 不但现有情深 即山和传阀 桥梁道路 药草树木 楼台电阁 一随机线 总与离苦的乐 转微为安为世 凡欲到冰水火 各病乐生 愿家对头 恶鬼毒蛇 种种危险者 果能至成称念 那摩观世音菩萨 即可蒙菩萨加倍 转微为安 现在杀劫弥漫 全球皆无安乐之处 亦无安乐之人 愿中外同胞 同念观音圣好 同以观音救苦救难之心为心 同以观音立人立物之事为事 责任我念空 斗争是心 自可同享太平 共乐天长 纵定月难传 丧身失命 亦可障菩萨力 往生西方 则是因素叶而允生命 蒙佛力而出苦海也 凡我中外同胞 其共见此于成 应光大师普劝全球同胞 同念观音圣好奇 景正 世尊妙相聚 我经重问彼 佛子和姻缘 名为观世音 聚足妙相尊 既答无敬意 如听观音行 善运诸方所 红世申如喊 力竭不思议 是多千亿佛 发大清静愿 我为如略说 文明极渐深 心念不空过 能灭中有苦 加实心害意 退落大火坑 念比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 或漂流巨海 龙鱼驻鬼难 念比观音力 波浪不能眉 或在虚拟风 为人所推舵 念比观音力 如玉世空柱 或对格人竹 堕落金刚山 念比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 或执愿贼让 割执刀加害 念比观音力 先挤起雌心 或脏亡难苦 灵形欲寿终 念比观音力 当寻断断坏 或囚禁枷锁 手足被扭泄 念比观音力 世人的解脱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比观音力 还助于本人 或月罗刹 毒龙诸鬼等 念比观音力 时息不敢害 或各受围绕 利牙爪可步 念比观音力 急走无边方 原蛇急腹歇 气毒烟火燃 念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云雷古车殿 降薄树大雨 念比观音力 硬时的消散 众生被困了 无量苦逼深 观音妙之力 能救世艰苦 具足神通力 广修至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差不现身 种种诸恶趣 地狱鬼出圣 生老病死苦 以见心令灭 真观清静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即此观 常愿常瞻仰 无够清静观 惠日破诸案 能浮灾烽火 苦名仗世间 悲体戒雷阵 慈意妙大营 树根陆法语 灭出烦恼业 证诵经观处 不畏君阵中 念比观音力 众愿兮退散 妙因观世音 翻音海潮音 圣彼世间音 事故须常念 念念物生疑 观世音净盛 于苦恼死个 能为作医护 具一切功德 此眼是众生 福聚海无量 事故应顶礼 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寄送 感应世纪 假就车男 一称观世音 强风就性命 前几天在佛教 在线网络聊天 遇到恭恭敬敬网友 他是东北人 有幸听他讲了几段 他亲身经历的感应事例 下面是我如实激入的故事 有一次 我借用别人的自行车 那车是没有炸的 但是先我并不知道 回家的路上有一段很陡的下坡路 当时自行车速度非常快 前面刚好有一辆大科车拐弯 把我下去的路给堵住了 而在路的另一边则有很多车向反方向飞奔 在离大科车不到十米的时候 我很自然地捏了一下车闸 想把车停下来 却没有任何作用 我这才知道车的刹车闸早坏了 这时离前面的车椅不到两米远 我的车还在飞速向他冲去 看来这次死定了 危急关头 我本能喊出了一句 那魔观世音菩萨 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 在离大科车不到一米距离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有一股强风把我顶住了 我顺利地把车停了下来 捡回了一条命 真奇怪 哪里来的风呢 当时正是无风的季节 就算有大风 也会被那辆两米多高的大科车给挡住了 但这风很明显 就是从车与我的这段空间升起的 如果不是观音菩萨慈悲救度 我真想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了 统修巨士佛门灵感论坛 让座祸安 长沙横域君氏 尊母主常念观音圣号 不皆化险为夷 民国念九年乘火车之衡阳 转汽车往江西极安 驶至竹塔时停车时 下车喝茶 上车时 员在右边之座位 被人站坐 便将行李移至左边坐下 俯使过木桥 未必让对面而来之小轿车 司机失手将车盘向右转过多 轰然一声 跌向林路面仗于汁水田 性欲电竿阻住 车窗玻璃均已粉碎 站坐之人 伤重致死 横跌行李上 安然无恙 观音灵感陆续边 斜向赌安 元宝昆 元的长居士之地也 崭新人后 阴心慈善 抗战时 一重庆哥乐山 念佛及观音菩萨一前 萨二年十一月中 携佛向城汽车进城 佩镜框供奉 聚在大雾中与对面来车互转 捅车十一人 街头破血流 司机腿舌 如元一人竟未觉震动 但已一手抱住 并未轻跌 毫无损伤 所携现象一合 一支未断 为电筒压坏 观音灵感陆续边 一人默念全车缅南 1995年8月初 我从哈尔滨给姑姑过生日回来 乘坐到安达的中巴克车 我上车后 习惯性地在心里默念观世音菩萨 我那时患神经衰弱 本来睡觉困难 可那天念着念着 竟不知不觉睡着了 又睡得那样似 当车航到哈尔滨与赵东交接触时 对面飞来一车 要撞上了 一车人都吓得站了起来 我还在睡 后来 听后面一女同志喊 快把她孩子从窗户扔出去 才把我惊醒 我说你喊什么 她说撞车了 这时 只见车前面一股恍惚惚的东西 带着尘土飞起 我刚睡醒 眼睛看不清 还以为来了龙卷风 后来知道 对面来的是垃圾弹车 撞车把一车鸡蛋 都变成黄之飞溅出来 接着 发现一辆大车歪在路旁沟里 四季胳膊看样子被撞掉 满胳膊血乎乎的 被紧急送往医院 沟里的车 风挡玻璃全碎 一侧车门掉下 满车躺鸡蛋汁 而我们坐的车 窗户都开着 却什么东西都没有飞进来 一车三十多人 个个无事 只是车前面封挡玻璃 发现有黄豆粒大的两个小洞 这时 听到车上有人议论说 今天真怪 明明撞上了 怎么那辆车又跑到旁边去了 我心想 我上车一直默念观世音菩萨了 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们 我就把头伸向窗外 往天空看 我真发现有一尊很高大的观音 结佳父音家夫坐停在空中 还在向下俯视着辆车 菩萨的眼睛 约有小碗口那么大 像 特别清晰 我伸头看了几次都在当时怕别人不信 也没叫人看 我就回头对身边人说 快念观世音菩萨 是菩萨救了我们 说着 我的眼泪就哗哗疼了下来 只都止不住 后来 我和你乘务员说 今天菩萨保佑 你回家赶紧请佛吧 他说我是想请佛 但不知怎么请法 我就简单告诉他请佛供佛的方法 他没等车室处理完 就搭车回去请佛 我回来后 常常提起这件亲身经历的事 劝有缘人一定信佛 只要我们心里真有佛 真有菩萨 时时默念 并多行善事 佛菩萨就时时刻刻忽悠着我们 这是真实不虚的 也是不可思议的 2012年4月19日大庆室以西小区范秀荣口述 孙中传记录整理 祝范秀荣老居士学佛多年 为人朴实无华 一日来我家里 听说我在编写此书 他深有感触地说出他亲身经历的这一段感应事迹 却是人同生正性 菩萨市井幸免车祸 在5月14日这一天 我的几位朋友 忽然发生远途旅行的兴趣 由我陪同 合成一部汽车自台北出发 经过新店江西宜兰 各地走马看花 远午饭都未吃好 由宜兰沿太平洋海滩的公路间回走 这是通往基隆的路 可以转回台北的 像这样赛跑式的旅行 我不但不感兴趣 而且觉得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 但是大家都兴高采烈 我当然不便独一 在表面上以大家敷衍着 而心中则不断地默念观音圣号 这是我在前几年入医院动手术时 一位信佛的老知识教给我的 平日我已不断地持送 而这次则有了特别的灵感 车行过了富龙玉场 在一个独家村前 忽然发现一位穿白上衣 不知是农士工的男士 向车上会动手势 好像车上掉了东西的样子 我见了这个情形 连忙关照停车 到了车停以后 我们发现刹车坏了 车的后轮椅离开车身 这地方是高山顶上 下面即是太平洋 躺在向前开动 危险万壮 这时那位男士 愿意不见 我们把车修理好了 对这是圣以为奇 第一 车上的基建失灵 不是路上所可能看见的 他为什么摆手换停呢 第二 这个地方只有一家住户 不见有人出入 附近树林内 更无人家 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三 他既只会停车 当然是一个好事的人 可以车停后又不见了 第四 时候我问同车的人 都未看见这位男士 只有我看见这位男士 由于以上四点 我认为这是持送观音圣号的感应 汪格华1963年7月1日 审自1980年制成居士 观世音菩萨林应世纪实录 途中持名翻车免灾 1991年9月初二日 我从柳州西来四城长途汽车 回扬朔金宝竹林 汽车开出站后 因邮箱故障 又返回车站 换了邮箱后 原司机不去了 应邮司机在场内试车一圈后 悄悄离开了 第三位年轻司机叫旅客上车 开出城后 车行速步很快 司机说开到炉寨去加油 我真担心车这样快会出事 坐在车上默默念着观世音菩萨圣号 果然 不到20分钟 轰然一声 车撞在公路右边树上 右向左拐 倾倒在公路中间 当时我感觉眼前白云一片 身体轻轻飘起 却又缓缓着地 车翻了 我却站在左边的窗口 在看售票员吉同坐老太 已跌出车外仗雨 车内人压成一堆 全车50人 死亿人 重伤18人 轻伤30人 如此大祸从来没有遇到过 经账观音菩萨慈悠 平安无事 普门品众说心念不空过 能灭中有苦 真是不虚 是慈元9月29日寄予子竹林 已就空难 广州空难中出现的奇迹 震惊中外的10.2广州空难事件 死伤了100多人 其中有三位幸存者 只有表皮受了一点轻伤 引起国内外许多人士的瞩目 为什么会有这般奇迹 迄今为止 还没有发现这一秘密 近日笔者访问了这三个人 现将其中的秘密写在下面 一三人的基本情况 冯锦彪南 现年32岁 家住佛山市市港中信路 现任佛山市佛学秘书 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黄昌华南 现年37岁 家住广州市前进阶 为人正直善良 信仰佛教 灵婉明宇 现年34岁 家住广州市江南西路 为人诚实 心地善良 家庭信仰佛教 此三人接受雇于某商公司 任业务员 二到南普陀寺打夫妻 他们三人于1990年8月28日 来厦门联系业务 工作结束后 买好了十月二日 由厦门到广州的飞机票 不知为什么 小林小黄心里 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小冯的脸色又黑又轻 小冯说 咱们三人到南普陀寺 去做一堂仆佛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能够消灾缅难 9月30日 他们三人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 届时来南普陀寺参加普佛 普佛坐完后 他们三人登上南普陀寺后山 吴老峰 眺望大海 埋在他们心底里 忐忑不安的心情 顿时烟消云散了 小冯的脸色也好看了 散飞机被劫持之后 10月2日6时许 在排队领飞机座位的牌子时 忽然来了一人 插在他们前面 领去十多张座位的牌子 轮到他们 领到酒排 ABC三个座位牌子 飞机起飞到期 25分 空中小姐宣布 这架飞机被劫持了 但是绝对保证 各位乘客的人身安全 这时小冯对小黄小灵说 快念观世音菩萨 一定可以消灾缅难 于是他们三人 志诚称念观音圣号 小冯在闭目称念圣号时 心中玉立明明没有杂念 清楚地看见眼前一片光明 观世音菩萨现身其中 越于九十分左右 飞机在空中盘旋一个多小时后 燃油耗尽了 在广州白云机场紧急拓降 飞机一着地 全体乘客面露笑容 纷纷鼓掌 就在这一瞬间 飞机突然来了各级转弯 左边的机翼撞到了停在机坪上 一架飞机的头部后 又猛地拉起来 飞机后半步又撞上 正在准备起飞的一架上海飞机 一声爆炸巨响 飞机顿时断成两节 断的部位正好在11排之间 飞机头部翻了两个跟头 摔在草坪上 燃起冲天的熊熊烈火 此时小林喊快跑 他们三人鼓足全身力气 飞也四冲出火海 向飞机右边跑去 在他们跑开几秒钟之后 燃烧着的飞机 响起断断续续的爆炸声 上时机场浓烟滚滚 出现一片火海 四沉四后的结论 十点二广州空难 伤亡是惨重的 活着的约有十多人 除他们三人外 其他活着的都是断胳膊缺腿的 他们三人 为什么会有这般奇迹呢 他们三人经过沉思之后 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我们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信仰佛教 对观音菩萨的信仰尤为致成 平时工作勤奋 心怀坦诚 助人为了 热心共义 二我们认为能够免除这次大难的关键 是十月一日在南普陀做普佛 因为在做普佛之前 我们心中总有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 做普佛之后 心中豁然开朗 产生一种安全感 三在知道飞机被劫持之后 我们三人又制成了称念观世音菩萨 和阿弥陀佛圣号 感应到家 不可思议 可能会有人不同意这个结论 但他们三人都认为 这是千真万确和不可改变的结论 所以于十一月二十三日 他们又来到南普陀寺做普佛 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救难之恩 并表示在今后的岁月里 一定要做一名大乘佛教的教徒 勇猛地护持佛法 愿长立一株时间 武清理机场时的发现 飞机燃烧后 清理机场时 所有的东西都化为灰烬 唯有小缝带的阿弥陀经白化解 竹窗随笔自门重行录 还有星云法师著的佛光普照等书 完好无缺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当人们发现这一奇迹时 无不称道佛法不可思议 选自福建莆田广化四印广化文选 全仓念观音 避免一空难 昨天来了一位和电站的朋友 他母亲信佛很虔诚 常念观音 他开飞机突然发生障碍 在很危险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告诉他 你应该如何操作 他完全照着做 结果平安降落 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庇护我们一切苦难中的众生 这人的妈妈念观世音菩萨 得到观世音大事的加倍 大家只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功德都不可思议 哪怕平时不念佛的人 在极难之中 临时抱佛脚都有用 你只要肯念 就会有明显的感应 我们这莲华经社有一个同学 他是留学生 从美国回国不久 结婚了 一次坐飞机 觉得今天飞机很不平稳 等一会儿就看见驾驶员 从驾驶舱的门里出来了 向大家宣布 今天飞机的机械出了故障 我没有本事使飞机到达目的地了 所以大家你们各自决定吧 愿意跳伞的就跳伞 愿意如何的从变 总之我是没有办法了 说完了 他就回到他的驾驶舱 全舱的人先一听很意外 思想还没转过来 等思想一转过来一片哭声 命在旦夕 这个留学生说 当时第一念是知道这是危险了 但心里想得到不是自己怕死 第一想到的是新婚的爱人和孩子 我死了他们怎么办 刚结婚 孩子还小 先动了这一念 再动一念是什么呢 他突然想到 我们中国不是有菩萨吗 当时他的思想活动就是这样 一听这话知道是要死 首先想到老婆孩子很可怜 再一想中国有菩萨 就念起观音菩萨来了 他虽然不信 可是在这种生死关头的念 往往比平常在佛堂里面要恳切 只是一片求救的心 念着 念着 他就看见观世音菩萨现身了 他就大声喊说 大家不要哭 你们哭没有用 他就把自己看到的事情一说 我已经看见观世音菩萨了 决定是有 我们大家一块念 这时大家印象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道路 大家就念吧 所以全仓就都念了 念着念着 大家不知念了多少时间了 就都一心去念了 念得很长 很专一 也很自然 渐渐觉得飞机平稳了 很平静 很平静 大家闭着眼睛不知道 只是一心地念 忽然接飞机的人把舱门打开来接他们了 到了 大家喜出望望 飞机已经着陆了 而驾驶舱的门不开 别人把驾驶舱打开 看见开飞机的人昏死过去了 他穿的飞行服都汗透了 当然有一声急救了 他睁开眼第一句话 你去问后舱的人干什么来着 今天我是绝对没有办法把飞机着陆了 不知他们做什么了 机场人问客人 你们在后边干什么呢 他们说我们在念菩萨 观世音菩萨寻生救苦 所以大成无量寿经说若有极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解脱着 很多很多证明 有许多事情 甚至超过古代的观音灵感路 我知道的很多 但没有时间去写 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要把这些写下来 可以写很厚的一本书 都是很直接的 不是辗转道听途说的 选自黄念祖居士兴盛路1991年 机账安返 民国38年6月于治广州就任军法局秘书 7月随局迁重庆 携妹子郑里梅先乘中航班机 起飞辅半小时 又一螺旋将呼声故障 机邪雨坠 吉朗念观音圣号 应声旋转 安返广州白银机场 得免坠毁于越贵边区之外山从中而殉难 据检查报告 极见损伤甚大 极难修复 次日换缩飞鱼 平安到达 禀就其他难 禀就其他难 三户观世音 牛角下逃生 1951年春天 当时我19岁 失业在家 家中经营粘米厂 喂养五头黄牛 其中有一头是爆裂牛 常用头脚顶人 家里工有多被出伤 一天下午两点 我在野外草屏幕牛 这头恶牛连跑带奔 几步纵到我身后 我刚发现想逃 已被他一头比裤在地 当时四周无人 我惊恐万分 心想这下是何不成了 也是过去种下的善根吧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从来不念佛的我 突然间竟脱口而出 大声称念 那魔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三声 真是神奇 牛角已触及我背部的个牛 竟慢慢地折转头离开我 吃草去了 使我避免了一次碎骨惨死的灾难 回家告诉我父母亲 当时经过的情况 全家无不庆幸我是死里逃生 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了我 湖南京十六何持于空佛禁机 观音菩萨本计感应送选一增补本 虎口脱险 我的职业是一名维修电工 1998年12月初的一天 我和我的同伴跟往常一样进行工作 那天的工作任务是爬上电线杆 更换赶上损坏的照明灯泡 大约工作到上午11时许 当我更换一个坏灯泡时 由于疏忽 开始前没有验电 灯泡的端部又有冰零 所以我的手接触的是灯泡的根部 当我将坏灯泡拧到一半的时候 我不自主地喊了一声我出电了 电压式交流220V 巨大的电流在我的双手之间通过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力量 明明知道自己出电了 却无力摆脱 心中一阵慌万与恐惧 要知道 发生触电时 只有立即断开电源 才能使出电的人脱离危险 由于我当时身处高空 地面的人无法接近 同伴便跑去拉总闸 那闸在560米外的一栋房子里 还要穿过三道门 我心想 这回是死定了 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 我的视觉和听觉渐渐相失 双手开始时的那种剧烈的震颤仪感觉不到了 思想一片空白 没有意思念头 只剩下胸部有些感觉 犯困想睡觉 也许是我平时念佛的缘故 到了这时候 不知怎么我念起了观世音菩萨 在念了大约两三句之后 我就睡着了似的 突然一下子醒了 发觉自己的手已经离开灯口 虎口脱离了电源 灯泡掉在了地上 特别的是灯泡分成了两部分 玻璃部分在地上 铁皮螺旋部分还卡在灯口里 这时我的那位同伴只跑了一半的路 要知道人被电粘住之后 想动一根手指比登天还难 怎能自力脱离电源 我心知识菩萨救了我 隐名 选自佛学电子刊物联迟海会 1999年2月第八期 是灯首触电菩萨速简线 苏州居士林许静修 解放前家住小王家乡16号 照顾佛门大的高鹤年 一日 只他一人与一个六灵童在家 他爬上桌子 用潮湿抹布 开始灯套 电寄水 立即触电 手沾灯套 急喊关电 小孩不懂 许极中生智 大声呼喊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真是利呼利应 灯泡上断电线 好像有人用剪刀一下剪断 电源一断 显向立指 徐军粘在灯泡上的手也脱开了 连水藤一同摔到地上 保重一命 此灯泡与剪断的电线 徐军是一直保存 留给人们看 以名观音灵异 上海前夫人 选自2001年如虹嘎拜官楼发入 急送圣号千里解危 松石禅师公元476年563年 五代时候周代人 又怀出臣大志 见解不群 相貌奇异 徐问渊博 26岁出家受戒 为人师表 松石禅师一日互有所感 即告松众说诉讼观音圣号 被香火 做法是 江南某寺将要奔威 众僧茫然不知所以 为尊命行事 后文南方消息说 江南扬州讲堂 某日正做法会 数百僧俗奇及讲堂中 互问外面空中异乡 并有送观音圣号声 全堂的人都跑出堂外闻厅 大众刚出 讲堂忽然倾倒 因而未伤一人 众感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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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